柳俊烈与慧莉在去年11月正式分手 而今年柳俊烈和韩潮汐爆出恋情 随后柳俊烈前女友慧莉 就贴出一张疑似是夏威夷的图片 写下真有趣 同时取消最终柳俊烈 一有所值的举动 让韩潮汐被冠上小三称号 拟来大票粉丝大发 不过之后韩潮汐发长文 解释两人是在2024年初才开始交往 跟透露柳俊烈与慧莉 早在2023年初就分手 因此并没有无缝接轨 只有也有韩梅 跳出来护航两人 韩梅指出 很少气的柳俊烈 在11月15日的摄影展 是第一次见面 而慧莉贴出的风景照 其实是在泰国 目前慧莉到当地工作 她经常上传在当地的照片 与粉丝们互动 韩梅呼吁大家不要猎物 不过之后又有韩梅翻出过去报道 刘俊烈与慧莉分手消息 在去年8月传出 但当时向双方经纪公司求证后 皆否认分手 直到11月才正式宣布分手 虽未明确说明 确切分手的时间点 但在11月 两人都还用着情侣手机壳 对照韩潮牺牲 称年初分手的时间点 明显有出入 因此还是遭到网友质疑 时间点不对劲 也让众人看得一头雾水